哈喽大家好,这期视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高中数理化三科的学习方法 其实学习方法是很容易沦为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听别人介绍的学习经验 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摸索 但是今天还是想把自己一些 我自己关于数理化学习方法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视频我将分为两个部分来说 第一个部分大概是数理化三科可以通用的一些方法 然后另外另一个部分就是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分别的一些学习方法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着听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条就是我建议大家要建立自己的好题本 我认为好题本的作用是大于纠错本的 虽然很多老师都会强调纠错本的作用 纠错固然也很重要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有 就是因为粗心犯一些错误 或者是一些考试中看错的题 这样有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一定要盯正在一个本子上 但是我觉得这种题对你日后的复习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就是你不用看它 就是如果你要考试之前复习错题的话 这种类型的题是没有必要看的 不过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镜头里的这个就是分别是我数学的好题本和物理的好题本 密集恐惧是不是会有一点难受 但是我就是搞得这么密 差不多因为我是懒得每个题都超 然后经常是就是把那个题目和答案都是剪下来贴在上面的 所以差不多就是这种画风 然后物理是这样子的 就是搞得很密密麻麻的 但是自己觉得比较有用 里面都是一些自己觉得比较难或者是很有介绍意义的一些典型的立体 然后至于纠错本的话 你想纠错本里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你觉得错的比较弱质的一些题 但是老师也要让每道题到晚还听证出来 然后针对这种情况 我会单力拿一个本子就是专门应付老师的纠错本 但是我自己觉得好的题 我是会坚决把它整理到一个本子上了 然后我这些本子没有这样用 是因为我高一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 活跃本是多么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好题本或者是纠错本的话 建议大家都要用这种活跃夹 就是里面是这样的 这是我 这是我语文的活跃夹 所以它特别的乱整理一些作文有关 然后你可以在旁边就是用这种纸条 就是这种叫什么 就是这种变迁把它那个分类来弄 然后这个活跃本的好处就在于 因为我在整理数学和物理的笔记的时候是 数学物理基本上从高一到高三都整理了两大本 然后从高一你学的时候你就 比如说你学函数这张 这张的时候你就已经整理了一些好题 然后高三一轮复习的时候你又有一些好题 但是你这种死页的这种本子你就只能在后面续着写 所以你要找比如说整整体整合函数这一部分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麻烦就要前后来回翻量 但是活跃本的话你就可以随时往里面加页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活跃本 然后整体方法的第二点就是 算是一个小方法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也这样做 就是可以利用这种小一点的变迁纸或者小纸条 来记录一些琐碎的知识点 或者是自己突然想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我自己经常就有上课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自己记得模糊的知识点 然后这种东西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它记在你的笔记本上 因为就是你可以把它写到一个小纸条上 经常用它来提醒自己 每次考试前就可以翻一翻 比如说我数学物理化学都有这种 就是化学记的就是一些小点 比如说 比如说我会在化学的纸条上写上 氨水和石灰乳写化学方程式的时候不能拆 就是一些这样也不是错题也不是知识点 就是一些提醒自己的一些小提示吧 可以写到这种纸条上 然后平时你上课想到什么就立即把它 就是突然发现有什么薄弱的地方或者是这种 就立即把它写下来 不然就是我自己就会经常那样上课想的 下课的时候要把什么记下来 然后下课就忘了一干二斤 你就把它放到你的笔盒里 就是如果老师突然开始讲些无聊的东西 你就可以翻它 而且就是放在笔盒里比较方便 你随时想到什么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你要是把它都这样记下来之后 你在每次每一课的考试之前稍微过一下这种小点 也都比较好 之前我是把它们记在笔记本的分析的地方 但是这样就是也会比较琐碎也难找 所以觉得专门找这种纸条把它归纳一下 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总体的方法差不多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就根据数理化三门来分门别类的说一下方法 然后以下内容可能偏重于就是硬式的学习方法 主要可能是针对于高三复习的 如果就是啊就是如果觉得不想听这个的话就可以不用听了 然后数学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就是高三一轮复习结束了之后 要开始刷选择填空的专项练习 这些市面上都可以买到就是那种选择填空刷门的卷子 因为选择填空的分看起来就是丢也丢的不多 然后是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就是大家可能都着眼于一些解析以后和导数这样子的大体 但是实际上到最后觉得选择填空能不能拿上全分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所以选择填空因为你一轮复洗完了之后就完全可以开始做了 嗯就是每天可以刷一套来保持手感就是而且一定要注重现实 就是你嗯我觉得数学全国券来说的话就是选择填空控制在50分钟以内是比较理想的 然后就是每天这样现实训练嗯就是虽然选择填空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水的就是很简单的题 但是还是要做就是因为它也不是占特别多的时间 嗯就是每天做一套套卷的话也不太现实 就是你刚一轮复洗完完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做选择填空专项会比较好 嗯第二点就是大题的问题的话 大题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程度来就是如果是数学平时就学的比较好的同学的话 就是呃除了解析以后和导数之外其他比较简单的大题就不要花时间去做了 因为这些题基本上是每次考试都可以拿上分的如果你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然后解析以后和导数也嗯不宜多做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到最后特别紧张的时候的话 每天各做上一道关键是要嗯找到就是注意题目之间的联系就是分文别类的归纳总结 像虽然我之前一直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用的是这种好题本 然后但高三后期的时候就是关于解析以后和导数是装的用分类用活跃纸就是分的很细 就是嗯解析以后都有其中具体哪一类的题把它分类 然后导数其中就是是零点偏移类型的还是构造函数都这样分文别类的 然后你找到规律之后会就是觉得功课这种题也不是特别的难 就是要注重大题到最后要注重分文别类的归纳的 然后如果是平时数学学的就不太好的同学的话 我建议是解析以后和导数就不用过多的费心了 这种题在你的大考里面就只做一下前几问就可以了 然后一定要把其他的题都抓稳 就是一些三角数列还有选秀部分的极坐标或者是不等式 这种题都是我觉得是如果你加强训练都可以拿上分文 因为它没有特别多的思维含量 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程度去训练吧 然后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也从高一高二周积累了一些好题的话 到高三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太过纠结这些好题 因为我在刚上高三的时候 就是想的自己高一高二辛苦记了这么多 就是我每复习到一部分 比如说复习到数列我就会把高一高二积累的一些数列的好题 全部拿出来再重新看一遍甚至是做一遍 就是来看当时记录的一些难题 有没有自己在有没有掌握 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基本上如果你要记录好题的话记得还大多数多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一些部分的题它是不可能出成特别难的选择天空的 比如说集合还有虚数几乎都是固定了就是考选择最简单的几道题 所以你就千万不要过分纠结于高一高二你记的一些难题 甚至是高三你记的一些难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保持手感 还有就是弥补自己知识上的漏洞 就是你什么地方你一直想的是错的 这样子的把它改正过来 你之前的一些记的一些难题 就是真的不用过分纠结 但是不是说从高一高二就不用记 因为就高一高二它考试考的比较细的话 它是会有某就是每个部分它可能都会考到一些比较难的题 而且对于培养你的思维还是很有好处的 但是高三就是不要钻这个牛脚尖 重要的还是保持手感 就是你去每天做一些选择天空题 但是其中那些特别难的题 你就是可以把它分文别类的记下来 但是就是不要去纠结它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经常有困惑的问题就是 关于自己的就是平时写题的步骤 大题的步骤用不用写详细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你自己去斟酌 就是如果你心里知道怎么样是标准的格式的话 你平时可以不用每次都写的那么详细 这样你可以在单位时间内刷更多的题 但是我觉得你一周之内是至少要保证有一次 不管是你自己自测的一个套卷 还是学校会有周考月考这样子 你一定要把它至少有一次是按照完完全全的过程写的 不然时间过得一长 你可能就是经常省略惯了 这样到最后高考的时候会因为步骤而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失分 物理当然也是这样 就是物理的大题给步骤分给的也比较多 就是如果是程度比较好的同学的话 千万也不能轻视就是关于步骤的强略的问题 下面我就来说一下 会里方面的一些针对高考的学习方法和应试技巧 这部分其实没有太多要给大家展示的部分 所以我就随便翻了一页自己的本子 就是来充当一个画面 然后物理的高考中选择题 我觉得虽然你平时高一到高三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偏的那种选择题 但是高考的选择题它出的比较规范 也没有很偏的那种 而且基本上前四道都不是很难 所以我觉得选择题基本上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如果你有哪一块有特别大的问题的话 比如说就是静电厂呀 或者是磁场的那种切割磁感线的一些问题 你就可以分文别类去做练习 然后选择题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觉得物理要想拿到高分 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大题抓住 就是至少我本人是高一高二 甚至到高三就是没有开始理综合卷的时候 都觉得物理大题就是一些送分的 就是我们学校的月考中 基本上都会有四道大题 每道大概是十分的样子 都是就算是挺简单的 就是基本上要错也都错的是选择和实验的题 但是后来就是理综合卷之后 发现一道大题它可以占到十八到二十分 而且一般都是第一问好做第二问 可能就是你连一点思路都没有 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针对这种情况 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专门做大题的书 比如说大题冲冠 那本书我现在手头没有已经没有扔了 就是它是小题和小题黄链是一个系列的 不过它的皮子是绿色的 里面全部是大题 而且题的质量还不错 就是推荐可以高三复习 一文复习完了之后 可以做这本书上的大题 也是不宜多做 每天你可以一道力学一道电学这样来做 就是还是要注重 就是一定要把它吃透 然后这本书的话 你可以不用就是像我这样 经常把一些题剪下来这样弄 因为你一本书的题都比较好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在书上标注 就是哪道题比较好 你打个五角星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经常翻一翻这本书 来就是领会一下当时做那道题的思路 就是找找感觉 我之所以会平时都把这些题这样剪下来 就是很多人会不理解 他们会觉得就是破坏了一本书 然后整个搞的就是一本书千疮百孔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一些题 你就是第一是你抄题很费时间 第二是你要是在书上勾画的话 你后来要翻看它 就是也会花很多的时间 而且我就是不喜欢在手边留很多书 会给人感觉很杂乱 然后如果我一本书做完了上面的题 也没有有好题的全部全部都往下归纳出来 我就会把这本书直接扔掉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强调一下物理大题的作用吧 大题就是 我觉得也是物理学的不是特别好的话 就是抓一下第一道杂题 第二道大题基本上在考试中和平时都 平时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下 然后考试的话就是可以适当的把它放掉 但是如果有想不到的公式 一定要把它写在上面是可以做不得分的 然后物理另外一个难点就是它的实验题 我觉得实验题的话 一定要拿活跃本 就是活跃本来分类归纳吧 就是每个实验 一碰到一些你在做题目中 碰到一些不知道的点 因为它有的题会出的比较偏 你就要把它归纳下来 然后比如说恰好我这一 这儿就应该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比较拐的实验题 然后我就把它归纳下来 然后还有这样一些实验中的小点 我都会把它记到 如果我贴这些题的话 有空白处就把它贴到这边 还有这些也是一些 像我这样就是一个反例 就是搞的特别杂乱 所以一定要用活跃本 再次强调一定要用活跃本 然后物理学史这部分 偶尔会在选择题中考到 这个是不考则已 一考还是挺恐怖的 然后就是经常会有不知道的 所以物理学史建议拿一张纸 或者是活跃本 就是单领把它归纳成一张纸 谁发现了啥 谁发明了啥 反正我自己经常忘了 然后物理就是 还有强大的一点 我觉得是要注意 模型之间的比较 就是物理你并不是那种 就是你死心眼的那样的学 还是要就是灵活的去比较 比如说像我寄过这些 就是这样一个小球禁止释放 然后划上一个这个 我已经忘了它叫什么了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幽形槽嘛 应该是 还有就是它最后 它们两个是共同 数值上抛 然后这样的话 它如果下面有个轮子 然后它们在最高点之后 就会是斜抛 现在我自己好像已经完全听不懂这些话 反正就是这样子之类的东西 就是你要把它们互相比较 我记得前面应该还有 我给大家翻一翻 就是比如说还有这个 这个我记得好小 就是这种下面是一个物块 和下面是一个横力来拉它 它们绳子上拉力的一些区别 就是有一些模型 大家千万不能想当然 还有一些常用的二级结论 就是你把它背下来了之后 你就就是那样死记它 但这样是不行的 就是你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然后注重比较 就是要发现一些 它们一些题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对 就差不多是这样 接下来就说一说化学的学习方法 这也是我随便翻了一页 我的有机化学的笔记 大家可以 就是不用管它 就是为了当一个桌面 化学关于高考的选择题 我觉得化学的选择题 是有非常明显的类型之分的 就是你是明确知道它大概哪道题会考什么 就这样你就要分别类的去做 比如说你原电池或者是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不好的话 你就要单独去供它 然后你这样一下把它做做上很多题 基本上这一类的题你就可以找过 然后在你觉得没有太大的漏洞之后 你也可以 你就可以每天去做一套选择题那样 就是化学也有一些专门卖选择题的这种书 就是化学的选择题也要保持手感 而且化学的 理宗化学的选择题是要争取力争全对的 因为我觉得 其实没有 应该没有特别难的那种题 然后就是 哦 千万不要纠结一些计算类的选择题 就是你高一高 可能经常会做类似于这样 对就是这样一些关于物质量浓度计算 或者是一些金属和酸反应 又和减反应等等 这样就是让你算来算去这种题 这种题高考时的是不可能考的 哦我说的是全国卷 反正全国卷是肯定不会考的 这种题在你高一二 还有高三的一些月考中是 算是一些比较难的题 但是 它可能只是为了培养你的这个思维吧 实际上 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觉得这种题 然后大题的话 我觉得一些比较难的就是实验题 还有一些工业题 这种题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你就要把一些特殊的作用 就是分文别类的归纳一下 就是在做题的过程中 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怕的是那种一些作用题 比如说问你在哪个步骤中加入什么什么是什么作用 这样这样你要是碰到这种题 你就把它就是专门记录下来 这样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无非就是一些调PH值 然后要不就是问你为什么要选用什么 就是降低成本呀这些 就是它不可能给你出一个你完全没有听出过或者根本想不到的一些作用 就是你做多了之后就会找到规律 就会不是特别的难 然后化学我觉得它的归纳和联想也特别的重要 就是因为它是一些知识点之间迁移特别多的一个学科 然后你在记笔记 平时记笔记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就是 在那个每一样上这样单独画上一杠 或者是你的本子如果本来就带有这种杠的话 这样你就在这里 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要记的 你就把它控下来 如果有跟你记的内容要补充或者是一些就是相关方面的东西 你就把它记到旁边 然后就是像这样 比如说这样就会比较好我觉得 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 哦对就是化学在那个高三复习的后期 就是我觉得看书回归课本也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复习不进去别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翻一翻化学书 其实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小知识点 它们往往是涉及化学与生活的 化学与生活一般是 李宗选择化学选择中的第一道 它也是那种挺恐怖的 就是你说它难吧 它其实真的不难 但是经常就会做错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化学与生活一般也是要专门哪一个纸 或者本子 就是像物理学神那样归纳它 比如说我在后面看书的时候 就会发现书上有一些 关于韩服牙膏的原理 就是是在沉淀溶解平衡那一章 还有就是点化银可以用于人工降雨 就是这些完全我都没有听出过的东西 就是看书的过程中看细一点 就是知道一下也是比较好的以防万一嘛 以上就是我关于说以化的一些学习方法 这里是我的一些英语作文 也是被我拿来充当背景的 然后至于其他的一些 就是想要叮嘱大家的就是 跟着学校的资料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学校订了什么一轮复习的书 或者是平时的练习册 我觉得还是要 在把学校的发的书做好的前提下 再去做一些课外题 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当补充 因为课外题你就可以自己定 你哪块博弱你就去做哪块 不用像学校完成作业那么死板 然后关于资料的选择 就可以看一看我上一个视频的推荐 然后总的原则差不多就是 如果你在一轮复习过程中有时间的话 你就去选择类似于高考必发题 这样就是它每一个单元 每一个章节都会有很细的练习 这样然后一个一个跟着做下来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些套卷 就是那种单元双册 就是一个单元下来 它就会有两张卷子 把这个单元的内容大概都涵盖下来 这样子你每复习一个单元做一些卷子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 总的来说差不多就是这样 最后厚颜无耻的打个广告 就是以上我给大家翻过的一些数语画的笔记 还有包括我的一些英语作文和语文 作文素材的一个积累 都有电子版 就是大家如果有意 就是想购买的话 我会把就是价格发一条动态 然后大概还有其中的一些图片 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斟酌一下 就是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是可以私信我联系 然后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到这 感谢大家能看到这 因为我平时语言表达能力 不是很好说话 就是经常磕磕巴巴 然后恩恩阿阿的那种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